每年暑假不少國內球迷都很期待 球四杯 原始在台灣 就能近距離欣賞到中華隊 和各國豪捨較量 以對戰組合來說 不論話題 票房 或者實際場上對抗氣氛等等 台韓大戰絕對是球迷 最受注目的戲碼前幾名 回顧過去五年 球四杯韓國隊的表現 最佳成績是2014年奪冠 另外11和13年 分別於亞軍和季軍左手 2012和去年則是排在第五 高麗大軍最大招牌 就是球風快很準 今年也不例外 陣容部分過去在雙數年 由於沒有亞警賽 韓國大都推派單一的職業隊來台 但今年因為陣容換血 期待年輕球員 有更多磨練的機會 於是他們由國家的代表隊 陣容前來 而率領這批年輕球員 來台踢館的總教練 也很有話題 就是南韓的傳奇射手徐仔 過去包括2009和2011年 都擔任過國家隊的主帥 重返韓國隊總教練位置 就著手換血 包括國內球迷熟悉的 文太英 何深圳 主控梁東跟金泰樹等人 都不在名單 以今年球死杯陣容看來 韓國隊平均身高 194.6公分 有六位選手 身高在200公分以上 平均年齡是25歲 13名選手當中 只有徐日寧超過了30歲 年紀最小是徐仔教練的 小兒子許迅 只有21歲 特別的是徐仔的兩個兒子 許雄許迅 都在名單當中 父子攜手在國家隊征戰 而上屆強是被表現亮眼的李宗賢 李承炫 今年也在陣中 身高207公分的常任金中輝 也再次來台 要坐鎮韓國隊的禁區 當然每次國際賽舞台 中華隊和韓國隊碰頭 氣氛總是格外不同 兩邊 從教練團還是選手的年代 一定尬到現在 誰也不讓誰 今年的中華隊面臨快血 同樣陣容年輕的韓國隊 雙方前例好選的過招肯定精彩 就看怎麼牽制住高麗大軍的 西地城城炮火 許多內行球迷 老嫂買好門票 準備欣賞今年球四杯的壓軸好戲 我們來的確紅二紅 紅花君 綜合報導